我是做梦啊 也没有想到 把鸡蛋呢 给它扔进宝温杯里面 那作用可是花钱都买不到哦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会妈小丝娘 说起这鸡蛋呢 相信大家一点都并不陌生吧 可是你们知道吗 如果把鸡蛋给它扔进宝温杯里面 您知道会发生什么呢 其实呢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了 学会了以后呢 没想到真的是太神奇了 爽味人到中年 不得已保温杯里泡个系 近日东西以后呢 天气呢 都是比较寒冷又干燥 很多朋友呢 经常都会出现冰冷的情况 那么时时特别喜欢 用保温杯泡上一杯这个热水 在冬季寒冷时喝一喝 整个身体呢 瞬间都是暖洋洋的 所以呢 自然而然呢 大家对于这保温杯呢 也是再熟悉不过了 而鸡蛋作为我们生活中 经常都在吃到的一种 十分常见的食材 基本呢 可以说是家家户户呢 都会有的 而且甚至也有很多朋友 一下子呢 也会在冰箱里面 吞上很多鸡蛋 但作为鸡蛋呢 不管平时用来煎炸或者中煮 还是做上其他的美食洞 其实呢 不管每一种味道呢 都是十分不硕的 不过 看似毫不关联的保温杯和鸡蛋 将鸡蛋放置保温杯里 究竟有什么样的神奇妙用呢 不妨跟着我的视频 一起进来了解一下吧 视频看一点 点赞点一点 你的每一个点赞 转发知识呢 都是小食粮进步 最大的动力 谢谢大家 那么首先呢 咱们需要准备数量的鸡蛋 当然这个鸡蛋呢 可以根据自己的家人口 来做准备 还有根据零食剂的 保温杯来做准备 这鸡蛋呢 毕竟是从鸡屁股里面 骨出来的 所以呢 难免也都会裹上一些鸡粪 以及我们热眼看不到的 大伤感情 为了避免这些 细筋呢 带到肚子里面去 那么咱们前提 一定要先简单 来给它清洗一下 可以把鸡蛋呢 给它放进这碗中 不过在清洗鸡蛋的同时呢 咱们可以往里面 倒入适量的池盐 还有这面粉 因为大家也都清楚 这池盐呢 它本身就具有 杀精巧毒的专用 而这个面粉呢 它的吸护性呢 也是比较香的 它可以把鸡蛋的表面 一些鸡粪呢 以及杂质呢 那么一下子就可以给它 清洗干净之后呢 把鸡蛋呢 简单给它 搓起干净之后呢 正面可以 给它拿出来 简单给它 装进一个碗中 这样子不要动 把鸡蛋给它 清洗干净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这回就要掏出 家里一个 非常普遍的保温杯 这保温杯呢 给它找出来之后呢 切记千万不要 着急 直接把这个鸡蛋呢 往这保温杯里面 给它放进去 不然的话呢 鸡蛋可是 特别容易碎掉哦 那接下来 这一步也是特别关键 整面先准备一壶 刚烧开 300度的这个开碎 然后再往这保温杯里面 给它倒进去 这一步呢 只要是为了暖壶 让保温杯里面的温度 快速上升 那么然后再扣上盖子呢 给它摇晃 大概5分钟左右 等时间到了 咱们再把保温杯里面的开水 直接给它倒掉 不要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就可以 拿出刚刚淘洗干净的 4颗公鸡蛋 接下来咱们直接 把保温杯横着放下来 接下来这一步呢 咱们记住 不要太疏漏 一定要温柔 用力的把鸡蛋 给它滑进去 像我这样子 一颗一颗的 慢慢的给它丢进去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继续往这保温杯中 倒入一壶刚烧开的开碎 这水量呢 切记一定要完全 没过鸡蛋哦 然后再扣上盖子 直接把鸡蛋 跟保温杯放在一边 静置个五分钟时间 等时间到了 咱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咱们这回呢 也可以把保温杯 打出来 把盖子给它打开 接下来这一步呢 不要着急 硬要小心翼翼的 把里面的开水 先给它倒出来 等一下烫伤了小手 把里面的开水 给它倒掉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 咱们再把里面的鸡蛋 一颗一颗的 给它打老鼠来 不过鸡蛋 先不给它打老鼠来之后呢 不要着急下手去碰它 所以这回呢 咱们需要再准备 一盆骨筋水 然后再把四个鸡蛋呢 缓慢性速的 给它丢进这骨筋水里面 简单给它烫个 五六七八九十秒 紧接着咱们就可以 直接将鸡蛋给它打老鼠来 其实做这一步的目的呢 挂一下凉水 其实这样子是比较容易剥壳的 如果没有挂凉水的话呢 东北正面在剥鸡蛋壳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薄膜呢 可是比较容易粘连在这蛋壳上面 所以这样一来呢 也会直接导致这鸡蛋 浪费了很多很多 把鸡蛋给它过下凉水之后 打老鼠来 然后装入盆中就可以剥壳 妹妹开吃啦 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呢 有很多上班族 或者学生党的朋友们呢 因为太着急 特别容易 导致这早晨没有时间 来煮这个早餐 那么朋友们 您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既简单又方便 而且呢 还能吃上一顿 非常丰富的营养早餐哦 鸡蛋用这个方法来给它煮啦 真的是前程不用十分钟的时间 您就可以吃上美美的营养鸡蛋啦 再也不用担心 人们煮鸡蛋的时间太长久啦 导致没有时间来煮这个鸡蛋 甚至也有朋友 因为煮鸡蛋的 食后 花后控制不好 导致所有的鸡蛋 咸部都破了 而且里面的这些蛋白蛋黄啊 也咸部留的满国都是 不过自从学会的这个方法啦 我家的鸡蛋啊 每天每天都在吃 而且不管睡了有多着急 那么早晨洗来上班 或者啊 孩子上学的时候呢 我都会很简单的给他准备上 两颗这样的营养鸡蛋 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尤其是寒冷的天气里 如果上班着急 您可以在刷牙的时间 给他装上这鸡蛋 根本不用浪费您两分钟的时间 等您刷完牙之后呢 您就可以吃到一份 营养又美味的早餐啦 或者平时如果着急吃呢 您也可以给他放到保温杯里面 然后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呢 您也可以边坐舍边吃鸡蛋 真的是一点都不会耽误 连上班或者上学的一些时间 这样子煮出来的鸡蛋呢 每一刻呢都是极Q弹 又劲到非常非常的美味 关键的是每颗鸡蛋煮出来呢 熟熟度呢都是刚刚好 也不会刷煮熟什么样的糖心蛋 也不会刷把鸡蛋煮得太辣 这时间呢是吓到好熟 吃起来既鲜嫩又爽滑 最后呢要提醒大家一件事 糖心蛋最好不要吃 因为毕竟里面的这个蛋黄呢 是完全还没有熟熟的 那么里面的鸡蛋还没有完全熟熟的话呢 那么吃多的对我们的身体呢 自然特别的不友好 你们也都懂的 好了那么这期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讲解到这里啦 如果大家觉得我的视频呢 讲解的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呢 不要忘记的用上您的宝贵的双手 帮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换个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